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嘿,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今天在听故事之前,先让知心姐姐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吃过灵角? 灵角,你知道是什么吗? 她可以拿来炒菜,也可以拿来煮汤 知心姐姐非常喜欢灵角煮排骨汤 你呢?你有没有吃过灵角? 你喜不喜欢灵角这个食物呢? 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就跟她有关哦 让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你来评评里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在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城镇 名叫做紫云镇 这一天啊,紫云镇上最有钱的赵元外 要请他那从北方来的表弟吃饭 听说,这个来自北方的表弟 不但爱面子,而且很固执 加上他是当官的,官位很大 所以,赵元外全家上下,大家都很紧张 这一天清晨,天才刚亮呢 全家大小全都起床 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这一顿午餐 好多人在家里头进进出出 忙着把大鱼大肉都运进厨房里 忙着做出一道又一道的美味加油 生怕呀,如果怠慢了这位北方来的大官 说不定他一气之下 以为是表哥故意瞧不起他 不给他面子,那大家岂不都遭殃了 诶,赵大,那一坛成年绍兴酒 倒进酒壶里了没有啊 怎么搞的,少了一双银筷子 快点给我补上来 做好的冷排先摆上桌 等客人一到就可以开动了 你听大家都紧张地吆喝来吆喝去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靠近了 不久后,门外就响起了一阵喧哗声 这位北方来的官爷,待着家里头的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抵达赵园外家 除了这位表弟以外,赵园外还请了紫云镇上的县太爷 以及钱庄的老板一块做陪 哇,这一行人各个来头都好大 等到一行人就座之后 美味的佳肴一道又一道地开始端上桌 来来来,别客气 大家尽量吃,尽量吃 但是,赵园外相当殷勤地为每一位客人夹菜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几道菜过去之后 仆人端上来了一盘菱角 表弟啊,这是刚刚从花园的池塘里采收的菱角 新鲜得很,来,尝一尝吧 赵园外说完,立刻夹起几个肥肥胖胖的菱角 放在表弟面前 可是,这位表弟是从北方来的 在寒冷的北方 没有产菱角这种东西啊 他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是菱角 当然,也不晓得眼前这一坨黑乎乎的东西 究竟该怎样吃 只是不断闻到 这个黑黑的壳里头 好像散发出一阵又一阵香喷喷的味道 从北方来的表弟 纳闷地看着眼前这几个黑色的菱角 他心想 这个怪东西该怎么吃呢 表弟很想要开口问问赵园外 可是他又怕别人笑他吐 说他堂堂一个从北方来的大官 竟然连菱角也没看过 也不知道怎么吃 因此啊,这个表弟决定什么也不问 立刻夹起一个黑色的菱角 脸壳带肉全放进嘴巴里 开始咔滋咔滋地摇起来 坐在一旁的钱庄老板 一看啊,吓了一大跳 诶,您怎么没剥壳就吃了 表弟看见一桌子人 露出惊讶的表情 立刻知道自己大概是出了糗 但是他却拉不下脸皮 硬是不服输地说 诶,我晓得了 不过咱们北方都是这样吃的 连可带着一块吃 最清凉最消火 钱庄老板一听更是惊讶了 啊,您们北方也产菱角啊 表弟一脸得意地回答钱庄老板 当然了,咱们家乡满山遍野 都长着菱角树呢 表弟说完这话 餐桌上其他的客人 立刻忍不住都笑了出来 赵园外的表弟一看见大家嘲笑他 立刻升起气来 面红耳赤的 说要跟钱庄老板打赌 他说 你们笑什么 我跟你打赌 临角要不是长在树上的 我就把我的千里宝马送给你 赵园外一看见餐桌上的气氛好像越来越僵 赶紧出来打圆场 叫大家别再讨论菱角这件事了 赶紧叫仆人上点别的菜来转移话题 但是这位从北方来的表弟仍然非常坚持 临角是长在树上的 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千里宝马拿出来打赌 钱庄老板看到这位赵园外的表弟这么样的坚持 只好笑嘻嘻地站起来 拉着表弟的手 带他到赵园外家后头的池塘一探就近 只见钱庄老板站在池塘边 把手伸进水里 用力地一拉一扯 拉出了一串菱角 您瞧瞧 菱角是长在水里 可不是长在树上的 啊 可是 可是 赵园外的表弟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接着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说 哎 千里宝马可以送给你 可是咱们北方的灵角 真的是长在树上的 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 弟弟妹妹 你知道 灵角 是怎么样 长在水中的吗 灵角只能够被种在 温带气候的池塘里 或者沼泽地 灵角的上头有叶子 会浮在水面上 底下的灵角则是泡在水中 泥巴里 所以灵角外面那一层厚厚的壳 当然充满了泥土 是不可以吃的 要像剥栗子 剥核桃一样 把那一层硬硬的壳给剥开 里头才会露出又香又软 口感好像芋头一样的灵角 可是这一位赵源外的表弟 你猜怎么着 他太爱面子了 他很害怕别人瞅不起他 所以就算 他根本不知道灵角是什么 他也硬要装作自己 很会 很懂 到头来 他究竟得到什么呢 不过是别人的嘲笑罢了 想一想哦 如果赵源外的表弟 愿意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他是北方人 没见过灵角 大家反而会很乐意的 向他介绍灵角这种食物 不是吗 而且当我们愿意 向别人请教 我们不懂的事的时候 反而更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呢 别人也会明白 哇 像这样一个大官 他也愿意向我们这种老百姓请教 他真是了不起 亲爱的弟弟妹妹 让我们都提醒自己 不管你现在在班上是什么样的干部 不管你以后成为一个多么样伟大的人 我们都仍然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千万不要假装自己 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 当然 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别人的眼光 害怕别人会瞧不起你 因为你的价值 是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 在天父上帝眼中 你无比的珍贵 下一次爆米花 知心姐姐 在与你空中相见 拜拜 你得知我好跟机 不怕高风太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你也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也很特别 生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也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有相信 神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们都好特别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生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 神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很特别 万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神爱世人没有分别 神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 神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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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怎样看着我的脸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神爱世人没有分别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 神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感谢 你很特别 我感谢 你很特别 我感谢 你很特别 如果你感谢 你感谢 你何特别 你感谢 我感谢 你感谢